接着去再讲再补充另外一个姿势 现在的话它是可以了 但是我们实际情况可能还是这样的 那给大家配个图去说明一下这个情况 先给大家解个图 解个图来说明一下 好 ok 过来 那现在我们的姿势器它是一条横线 那是不是实际情况下 我们这个姿势器它可能有的情况 还是一个三角形 它这个一个三角形在这里飘来飘去的 好 ok 这种情况三角形的情况 三角形的情况 那除了这三角形的情况 它可能有的还是这样的 一个大滑块 在这个大滑块这里起来起去了 很多形式 不管怎样 其实我们只要知道下滑线是怎么搞出来的 那这些滑块也好 三角形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给搞出来 那我们接着就去尝试把这辆线给它画成一个三角形 大家开始已经看到了 这个线是怎么来的 画出来是吧 那我就找到它画的代码 把它改成一个三角形就可以了 好 新来给它分析一下 把它给复制过来 好 这应的话我把它给复制过来 好 我把它给拉大一点 拉大一点 也就是现在我要做的事情很紧张 那是不是就是要把它给它变成一个 它呀 变成一个三角形呀 好 OK 好 三角形 请 去中 好 注意一下 这个上面这块是没有的 那这块是它的一个underland 这块其实是不需要的 OK 干掉 也就是已知的情况 可能就这么多了 那么对应看一下 首先看一下 别人这条蓝色线 它是怎么画出来的 还记得在哪个方法里面吗 android方法对吧 好 我对应的话 请找到一下 找一下它的一个android方法 OK 要把它画成一个矩形 一条线其实就是一条矩形嘛 它是画成了一个 droid一个rect 那既然它能把它画出来 那说明这里面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 已知条件 对不对 好 这是已知条件 好 对 你看 画 画到这个看物质身上 那还有一个姿势要去拿 它们相当于我们线一段的话 这个时候会是一个line 画一个线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希望是会这三角形 三角形 OK 那看物质身里面 有没有叫 绘制三角形这个方法 没有对吧 它没有绘制三角形的 那我们就只能给它画这一条pass pass是哪 路径吧 好 OK 它有一个画笔 那这个画笔是可以和这个 矩形的画笔一碗一样的 好 OK 拿过来 OK 那给它串击一个pass 它也就是啥意思 没有一个专门的画三角形的方法 但是其实三角形我是可以把它给拼凑成一个三角形的 那三角形它其实是怎样的 是不是其实就是三个点了 一个点 两个点 三个点 好有了三个点以后我首先把这个碰的移动到这个点 然后第一个点再去临界第二个点 首先是移动到第一个点 然后第一个点再去临界到第二个点 第二个点再去临界到第三个点 第三个点再临回到第一个点 你看对我这个模式就是取冲模式 pass就是一个三角形的 对吧好 说了那第一步来到这边 ok那我就要去六个pass 那第一步的话我这个pass的话叫 目2移动到第一个点 好移动到第一个点 好接下来pass2要临界 临界的话两点之间要临界 它有个line2 你解释了吗 好临界到第二个点 对的话第二个点又会去临界到第三个点 Y3那最后还要临界到第三个点 还要临界到第一个点 你解释了吧 Y1好 ok 这样子后它其实就是一个三角形的 好串击一下这些对面 好串击一下那这个就是2233对吧 好 ok 好 ok 好这样子后也就是现在我们的重心 其实就翻到哪里来了 所以就是要找到这三个点 有了这三个点 你这个三角钱就会混出来吧 好 那我首先分析已知条件 说它既然能把这个蓝色画出来 那这里就是已知条件 那我们来把这个已知条件先给它过一下 第二个叫line的一个类质是啥含义的 也就是这个类啊 这个类它距离左边的一个逼距 也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类质的 力质的 ok 好把它给红线了 好类质的 好这个高度 这个高度的话也就是整体这样一个高度 这是我们的高度 好 ok 那这里还有一个indicator的一个黑的 那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高度吧 对吧 这个高度 那还有一个line的right 其实就是它到右边接哪个距离吧 好 ok 好 ok 那这里还有一个黑的 也就是这个整体的黑的吧 你来看看它 它是怎么化妆 它要画一个矩形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矩形要去圈结 左上右下吧 左上右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左上右下 那左边的话是正好就是line lift的 没问题吧 左上上的话就是 也就是这个位置的话 它是怎么做的 上是也就是这个就是它的上吧 他这个是它的上是吧 它很简单 它的总的高度 紧去这个indicator的黑的 就是得到一个tort吧 好 ok 右边就是line lift 没问题吧 对于这个tort 这个vortrum 就是整个的高度吧 好 ok 那接下来我的目标的话很简单 我就要去把这个点给它 丢出来 一共好几个点 这个点丢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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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点丢出来了 好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式如何去拿到 好 也就是 请回来 在这里吧 我要去拿到我的x1 如何去拿到呢 x1 也就是希望从这里到这里的一个距离吧 对不对 那如何去拿到 好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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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2 Y2 对 Y2 Y1 它的Y的话就等于多少呢 是正好 就等于这个黑的 减确 indicator cutter cutter 黑的 好 ok 好 x2 把这个点把它定义成x2 这个点吧 它只能去拿到的 好 这个我们就 这里估计有点想不到了 好 我们可以把它给这样给拉一下 好 对应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去拿 通过x1 往右边走的话是 加把 加多少呢 加上三角形冰铲的一半 好这三角形的冰铲 我可以把它定义成一个铲量 它这个也就是春狗 好 这个当时我老是留住 这个春狗 对吧 它这个Y也是春 可以吧 好也就是拿到 它的 它定的话 它的Y2的话就比较简单 它就是 黑的吧 是吧 好 Y2 就这个Y2是吧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x3 y3 x3怎么来 这个时候就是 往左边走 往左边走 就剪 对吧 高度还是一样的 好公式在这里 那一切就好办了 好把这个公式就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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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写下就可以了 好这个x3 这个x3的话就是 line right 解决 line left 加2 加3 line left ok 那这个 就是它 直接拿来就用了 是吧 直接拿来用 好 ok 好 好 这里还有一个 尾 好 直接就过来就可以了 好 我们换了一个 好 比如说这个给它一个 具体的一个像素 比如说给它一个 10个像素嘛 好 10个像素 好 我们看一下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接下来 我们对应把这个 它给它做实料 它对应的话 我们就把它给跑起来 看一下就可以了 好 ok 接下来到这边 右键运行 好 比较丑一点了 这个也太丑了吧 怎么不是一个等腰点 不是等腰 应该是我们 这个应该是一个等边的 它怎么有点 有点这个 高度 高度给它 改大也是一样 20 这没关系 好 这个是不是好看一点 那就这样就差不多了 没关系 这个是了解 这块那种不是一个重点 ok 那也就是我们知道 这里是可以画的 那比如说你说把它画成一个 大黄块的话 你怎么去画 它是会有这样说 Beatrive 也就是你还是要去控制它的位置 那只是这个 如果你要画一个Beatrive的话 你控制它的位置 其实就是一个左上角的位置 对不对 这个位置其实也是通过数据计算 可以把它给算出来的 ok 好这块我们还是把它给改成它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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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